Mercedes-Benz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 QCCS,我是許惟勝,我終於 躍到這輛車出來了! 你們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要打馬賽克, 因為他要低調 300 ZX V6 Twin Turbo 這輛車有什麼故事啊? 什麼得到它的? 其實只是想買一輛車可以上班用啦, 再載孩子的那些 是不是? 買這個來載孩子上班? 對啊對啊,你們看我不是每天上班用啊! 不過真的,沒有騙大家吼,他真的是拿來日常用的吼 你擁有這輛車多久了? 大概半年這樣吼 這輛Fair Lady,它是哪一年的呢? 1989年吼,就是90年駐車的 現在你拿了半年吼,你到底有動了什麼叻? 沒什麼改裝啦,就是Clush有更新, 原裝的Clush用完了,就換了Nismore的Twin Platt 輪圈換掉了,因為我買來是原裝的 Azors有換掉了,因為太舊了,也是開始爛了, 所以就換了Azors跟輪圈 你現在是18寸吼,原裝是多少寸? 16寸!16寸很重叻! 還好啦,它還蠻擴的啦,還ok! 哦,蠻擴的! 然後從0.78跑到0.98,就是這樣子 Twin Platt還是原裝的? 原裝,原裝Twin Platt都是原裝 有Blova咯,Blova兩個換掉了 兩粒都不一樣的其實 我一邊用SQV,一邊用Blitz 可以這樣的吼? 可以啦! 就是我舊的車都有幫到這樣的Blova, 就拆了就丟過來了 Gampong style! 它的油缸多少大? 因為我看底下,很大哦! 60個L吧! 60L你打到滿,可以走多遠? 是去跑230kmh 230kmh 蛤? 太老吧? 不好意思啊! 你日常駕駛哦! 長途可以啦,跑長途就蠻深的嘛! 大概懂它的馬力多少嗎? 大概是310匹吧,原廠的引擎 380多的扭力哦! 誒,這樣你這輛可以拿來玩飄移嗎? 反正你的日常駛駛了哦! 我還有車可以飄移啊! 聽到了沒有! 它後面有LSD嗎? 有,原裝3-有LSD吼,因為我很少接觸這種車款啦! 就是,我覺得這個車款很少,然後我又看到它保養的很漂亮,所以我才會采訪它的車啦! 引擎的空間啦,其實蠻限定的,只是它引擎都很密,要更新的那些,真的是要好好的考慮一下啦! 不是隨便裝改了,都可以放得進了啦! 要改裝又不是很容易啦,我覺得! 這個是好試來的,好試耶! 為什麼咧?省錢,你不打算去改它? 對,為什麼打算改它? 可以回原裝,保持這樣這種classic value 咯,因為至少這個車也是27年啦! 為什麼你會要買它? 很少會遇到一輛車,就是講前車主完全連一點改裝都沒有,這輛車拿來是完全是沒有動到的啦! 連 factory 的原裝的floor mat 都還有在,你都可以享受這個從零開始的過程哦! Supra 大改的都很多啦! 所以原裝的是,很少是買得到油的話,價錢都蠻高的! 所以這種中古車,跑車,原裝的還比較值錢? 看來不定啦!舊車都沒有一個試駕了啦! 馬來人講一下Haga Kaseya Sayang啊? 話都怎樣講,我懷疑要這樣講! 這種價格,中古車價格都是大家訂出來的啦! 你開這個價錢,有人買,就代表它還有那個駕子在那邊! 大家看到這個鏡子嗎? 其實是可以猜的我! Haga Roof 大師,90年代Supra M2跟這一款哦! 這個袋子是拿來裝它的! 這個也是你買車原裝給的還是自己做的? 啊,原裝的! 是這樣拿起來? 就可以了! 現在的車應該是沒有這樣的東西了哦! 所以,是大概好的! 大概好的! 應該是說,現在的車比較麻煩了,自己拆! 要自己收! 然後還要自己把它綁起來,怕你駕車了哦! 哦!這個是綁它的! 我想問一下,它會不會進水還是漏水啊? Sun roof 的車應該都面臨這樣的問題耶! 你是怎樣拆了還是沒有拆? 就算你沒有拆,會不會進水? 還好啦,就是要常清理這個洞咯! 這邊有一個排水洞啦! 排水洞? 對,不好塞掉就可以啦! 不好塞掉就可以啦! 它有兩個,前後都有 但是如果你拆掉的話,下雨天,你是大條啦! 打打打? 你要去後面打,然後這邊拆到來! 我覺得,如果馬來西亞大熱天,你們是不會拆那個東西的啦! 這個是給國外的人用的! 你有拆過嗎? 拆過這樣子啊? 我們都是等陰天才來拆啦! 下雨了,我得拆! 下雨了,我要大條哦! 熱死人,還拆! 我就要貼釘得了咯,還拆! So,採訪了這麼多! 我就來上車拍一點點的視駕的視駕給大家看一下! 不啰嗦咯,Let's go! So,現在 我要來試駕,因為我沒有錢買得起,所以 給我動一下,駕一下,我就過癮了! 真的沒有拿到短飄椅咩?你看,很順啊,你看啊! 都不會的啦你! 買台車買得起 所以,這個是 Twin Platte Racing Clash 有一點難控制,因為我駕慣那種原裝車的 Clash Racing Clash 的感覺就是你放,它就馬上咬住了 所以,要習慣啦!要習慣! 這個車椅也是,怎麼坐在門那邊吼?奇怪哦! 有時候你下車吼,當你門沒有鎖啦,朋友看到你一拉整個人綁的人 會哦! 還好你的Clash 不會很硬 不會那種很離譜的 很離譜的硬 不會啦,它的Clash 有好,那個 就是用Vacuum來啦 你開始了車,它有Vacuum,它的Clash 就慢慢變亂了 我的Vios有這樣的東西嗎? 沒有,直接就是用油 Vac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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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拿來玩飄移太浪費了 不過,它用18吋的輪胎,真的是會心痛啦 因為18吋,如果你們懂的話,是一條很貴的吼 如果我是車主的話,我會擔心 壞了 容易燒 還好啦! 而且這個又這樣,比較算很冷嗎? 對啦,在我們這邊,市場會比較冷一點 在外國就蠻多的 有咧? 比如,在哪裡? 要美國賽啦 美國賽,對 都蠻多人玩的 我們這邊的車的價錢是因為CC而定的 就是 import tax 比較高 CC很大, import這也貴了 變成就是越大CC的跑車就比較少人玩 這輛車,我在美里走來走去啦 我就是只有看到 好像只有... 只有真的,它一輛 就是Fair Reddy 300 ZX 所以我覺得很特別,一定要拍給你們看 雖然它沒有什麼大改啦 不過,我剛才這樣子上山駕起來 根本就是... 牛啊! 就是感覺很有力就對了 應該買來如果我的話啦 原裝就這樣子去挑了 去挑了 現在,終於來到我每次試車的地方 人痛! 我這邊,我試試看一下我能夠駕到多少啦吼 我沒有打算去到完 想體驗一下到底有沒有 GeForce 的那種感覺 好久,真的是... 誒,我很久沒有零四了唄 嗯...還... OK 可能,那時候我做了那個小君駕那個GT-R的關係吧 你要表演一下嗎? 不用了 假假的,你看,也要表演了 沒有了 先,因為它沒有飄過這輛車 順便這次來試飄一下啦 普通的扭乳嘛 可以哦,喂! 誒,容易哦,喂! 誒,容易哦,喂! 誒,很容易叻! 扭力大就可以了 對! 它講300多扭力哦! 300多扭力耶! 嘔吵 嘔吼 它是0.4的駕駛 飄移它也是會,而且很早期它就會了 大家,如果你們喜歡我這一集的QCCS 記得點個贊,還有分享哦!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我是許惟勝 我們下一集 見! 給我試一下嗎? 容易哦!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